关于我在扬州两天都逛吃了些什么 从早到晚 十几家根本吃不晚嘛 早上去吃了乌拉拉推荐的 城市鸭血粉丝汤 不过他们家的特色是干拌腰花汤 这个面油香油香的胡椒味很重 看我饿虎扑时就知道多好吃 汤的味道不错就是腰花老了 接着去了渡江桥 吃到了两块一个的金刚铁 这边的姐姐阿姨买都是十几个 二十几个开始买 哇这个很好吃 里面是甜紫色的 然后外面很脆 接着又去吃了这个火烧 煎得脆脆的 前面的姐姐买了一锅我惊呆了 顺着走还有这家绿豆饼 外面裹满芝麻里面的馅料非常细腻 中午去吃了蟹三宝 这个蟹肉盖饭简直把我脸颊都掀掉了 我现在看到这一勺都口水直流 他们家的蟹黄味道真的很不错 裹满蟹黄的鸡肉非常鲜 还有这个醉屑好香香 好吃爱吃 吃完去逛了会皮市街 逛了扬州非常有名的和园 真的真的很好看 接着从大东门开始一路吃到天黑 吃了这个大东门馄饨网 一直不停地包馄饨 是我爱吃的皮很薄的那种 好吃 然后就去吃了四姐鱿鱼 真的好大一个 每一口都裹满酱汁 这是那种甜口的 我发现羊大酸奶好好喝呀 推荐茉莉花和小苹果的 但就是这个青柯馒头 有很多人排队 两块钱一个和那个 按一个深渊聚口 外面是可爱的 没夜吃越香 一路从彩仪街逛过去 好玩又好吃 姐妹们烟花三月下扬州 真的真的很推荐你们来逛逛